目前安卓微信发布了8046正式版 这次更新有一些新变化 首先在微信的设置 通用 存储空间 现在它加入了支援文件和其他账号的聊天记录 以及必要文件 上面也有功能的详细介绍 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音频界面进行优化 现在进入音频界面后 我们将上面的图片向左滑动 这样会跳转至音频的原文 当我们下拉聊天列表后 点击右上角的搜索 它由之前的搜索发现变成了发现小程序 另外下面还会推荐许多小程序 在测试版中 查看订阅号的内容时 它右上角有一个搜索按钮 但更新自证实版后这个按钮没有了 另外有网友表示 在微信的设置 通用 发现页管理 现在里面多了一个听一听 从发现界面进入看一看后 现在多了一个图文的选项 下面还有发送图文的入口 不过我也看了一下 目前我还没有这些功能 估计还在测试阶段吧 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去看一下 好了本期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